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不能就是钓鱼岛 什么都是钓鱼岛 威尼斯还真没钓鱼岛的消息 威尼斯那个岛我看都快成了 他那个圣马克广场 就是已经是我走着走着 一会儿都不咯喽咯喽咯喽冒水泡 冒水我照片都拍了 过一会儿我再绕一圈回来 说我的水起来了 所有的游人都可以绕着走 整个那个广场小半部分全那个水 然后商店边上就开始人都迸着跳着 水就升到这个程度过不去了 那他以后要成了那感觉 人家也是岛 那就是马尔代夫的未来了 当然马尔大夫还没沉 然后我问他们怎么样 都已经习惯了这么一段时间 但是倒下那个倒威尼斯 百年不变游客电影节 还是很美的 人家不变 那钓鱼岛变了吗 钓鱼岛我就现在钓鱼岛 难道要变色了吗 我跟你说我现在这几天有意思的是 手机上不断的有人给我发一些造反 也不是造反了 就是一些段子 战事动态 比如说我最新看到 我这个都是我不知道的电话 你知道吗 他好像在搞串联 发到我这说 那个什么钓鱼岛 钓鱼岛是中国领土 如果日方继续一意孤行 一切严重后果 由日系车主承担 这个咱们不主张的 这个不主张 打打抢了什么 对对对 最响亮的标语是 钓鱼岛是中国的 仓景空是世界的 还有一个人家问的 他们说那个那个什么拒绝日货呀 什么什么的 不买日货 结果随机采访一个老太太 老太太老太太 你买不我不买 为什么呀 你很高的爱国热情啊 买不起 买不起 跟着没关系 徐老师 收一个 给一个念念 阴暗潮湿的北京某地下室 一个瘦弱青年拿了两块钱一包的烟 看着凤凰网军事频道 眉头紧皱 陷入城市 国家下一步该怎么走 如何突破美国封锁 如何收复台湾 如何保住南沙和钓鱼岛 如何剿灭反华势力 一个个难题需要他思索 抉择 只是传来了推门的当当声 开班 警察查赞助证 我们现在有点像这意思吗 要说这事的话 真的 你知道这个徐老师 我老提到他书里边的一段细节 我认为你今天选择这个段子 你是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你知道吗 他就是这么一人 现在的我们啊 这不是看到当年的自己 这就是看到现在 现在的 你知道吗 他说从小 那个时候上海有条马路 要改名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你才几岁 十来岁 不就文革初啊 这个南京路啊 要改成一个叫毛泽东路 一个叫反帝大道 我呢就站在路当中 就在那里纠结 我觉得这两个改法都很好 反帝大道 武萨大道嘛 对不对 顾振宏在这里牺牲 那毛泽东路 那当然更合理啊 然后周围的人挤挤挤挤 后来好半天 我在想 没一个人问我的意见 我都想好半天 我看了这段 我觉得 他的一辈子就是这样 他一辈子 他天天在脑子里苦恼的思索 完全跟他没有关系的问题 但是呢 最大的悲剧 没有人问他的意见 然后自己那带对账单啊 那些学校的功课 丢在那里还没还没 还没助理 就这样 所以今天你来问你的意见了吗 你看我跟你就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公民 你知道吗 我就是什么呀 你要不给我钱啊 我一点也不会去想你们的问题 我最近想的最多的 就是海监船 要是跟日军的巡逻艇插枪走火了 接下来的事情该怎么办 我就一直在想 这么一个问题 最后当当当当 船门进来了 因为这两天 好像是英国的一个传媒吧 翻译错误 把中国的海监船翻成是海军舰支 那所以这个新闻就在 在海外的媒体上 就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新闻 因为他们说 中国的海军舰支 就跟日军的那个巡逻艇 就现在整天在擦枪而过 那这个全世界像我这样的人 还蛮多的来当 昨天也是 遍地都是 昨天不是微博 我就是谣言 一看就是谣言 太猛了 说是什么路透社什么消息 中国的两树什么船 还有什么什么号 叫什么号忘了 然后跟着日本的两树 开火 然后当场击沉日本两树军舰 就把整个加固海站给倒过来 很过瘾 咱们那两树是叫镇远和定远 扬州号还是什么号 然后日本的一个逃跑的过程 有沉默 中国有一个什么海监船 受了重伤 受创 哇了 很兴奋 然后一位打起来 其实一看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么大的事 怎么可能谣言 但是呢 谣言重复千变 可能会又引出真相 你知道就是一个 假如说是一个相当多的一个国家 国族的人口 他脑子里都在出现这种战争幻象的话 那么你说这个心 佛法讲了一切法从心响生 你还别说徐老师你这种人 草民都是这种人 我就是草民 对啊 就是说没有人问他的意见 可是呢 他喜欢想 屈辱感 最主要是就是有屈辱感 我真的由衷的发一个微博 我说钓鱼岛的消息 我这两天怎么越看越不舒服 你看 你像那天我看 我就发现这个日本人 有点像那个一种 咱们就研究写形 有一种A型写的人 他们还说日本人里边 A型写的人较多 那是怎么回事 我也没兴趣 没事 我也不是日本人 别聊了 你说 为什么越看越像 不是 这个就说 就算 A型写的人 有时候他自己心里赚什么默默 他不太善于表达 但是呢 他就在那拱啊拱啊拱啊 就是说 你要是就是说理解他了 你知道他心里的弯弯绕 你要是不不不大熟哈 你从外表上看呢 他有时候会表现出啊 让人就是很讨厌 距离感 对 他就是自己啊 又内向 你知道吗 又 然后 日本人有什么关系 就又顽固 他说血型 不是 又顽固 你知道吗 非要这样不可 按照他自己的一个逻辑 非要这样 你看啊 就是我那天看到一段材料 1983年的时候 当时出了一个日本修改那个教科书 嗯 你知道当时他教科书说什么呢 你知道吗 他就是哎呀 就是说 不说日本侵略中国了 他说 日本 在中国啊 禁出一次 当时 那个台 台 台湾人 就用那个粗话 说干你什么的啊 说你强奸 强奸都是禁出一次 你说他这个日本人啊 他就是 拱个拱个 他找那个词 他找那个词 他就给你这死 也不是一种 很难形容的 这么一种 但是你要换成 从政治层面来讲 日本人就很厉害 他掌握你中国的情况 比我们很多老百姓都多 他每次挑衅中国的事情 你看风光我都整个材料了 从甲午海战到21条 到71年那个事情 他每次采取大的行动 都是选在中国政治的微妙时刻 他哪里是什么 像你说的什么一个 他其实是有 他非常有预谋的 甲午海战说是筹备了十年的 没错 在台湾这个准备理由 在慈禧过生日前 跟你跟你打这个海战 你当然了 这个打中国以前 他那中国的地图 全中国没有一个地图 比他更精密的 这就是A型写 你知不知道 像这样三十景 广告之后 他细致 你就是 跟你说 屏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秋 采如极之水 费软酒精 咱们这个草民是吧 咱们也不妨煞盘推演一下 因为我不懂这个了 我就觉得它这个钓鱼岛 现在就是中国的草民上去 他的警察在那 我问个外行的问题 那假如中国的警察也上去 会发生什么 如果按照现在来说 开枪了 谁开枪 按现在目前日本人这么的 觉得他是他的话 如果我们有以军队的军事化的上去 只要一沾 我估计就得擦枪坐火 他目前还没授权 他正在酝酿日本国会 昨天不签字了 签字是够倒 签字只是这个所有权一手 但是他另外一个法令的修改 就是说受于他的管理部门 可以开枪 但他目前还没授权 对 刚才你说的很重要 就是我们那几个保调部上去了 那是民间人士 对不对 他那个是海上自卫队和警察来抓 抓我们 那就性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他目前 目前他没有权利开枪 那么前途 前提是建立在当初 有一个据说 有一个私下的协定 就是说 台湾跟大陆呢 就管住人 不让人上去 可是他们呢 不能抓人 可是这条私下的协定呢 前一阵就被打破了 他们不是抓了我们的一个什么船长吗 对不对 所以现在呢 这个阶段过去了 就双方不是老是讲互信互信吗 这个互信现在做不到了 那么你刚才提的问题非常有意思 假如说我们是政府人员 上到那个岛上 而他目前又不能授权开枪的 那估计就全心了 那估计就全心了 那如果说一开枪的话 那就是一个局部的军事冲突 这个肯定很多人都想到的 如果军事冲突了 对啊 如果打起来 如果打起来 参谋长深入对 百年学耻的机会到了 对中国来说 如果是最好最好的可能性 就是打一个数决战的海战 就是说你如果能有这么强大的力量 把他周围的这些线 如果他开火了 你如果有这个本领 把他的这个周围的这个军舰 一下子都打掉 然后趁美国还没有介入的时候 说停战 就战领岛 当然岛要不要站 岛要站 要上去 要上去插个旗或啥 这是我们最如意的算盘 但是完全有可能 你是不是中国跟日本的海军 我们能够占到这样的一个局部优势 就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 在我们还没有不知道 就是说事情在一个小时之内 准备好了 我跟你说 准备好了 辽宁号 不是 不是我准备好了 我是说啊 你要准备打这么一个闪击战 有准备的和没准备的 大不一样 二战 为什么 一开始就包括英美在内 英国在内 是吧 英国 俄罗斯 兵败如山倒 就是因为 你没有像希特勒一样 他做这个战争准备 准备多少年 那都是集中了这个优势的武器 然后的所有的战略规划好 把你的情况打听的清清楚楚 如果是小范围的这么一个闪击战 一下子给日本狠狠的来一拳 我认为我们做到不吃亏 是做得到的 趁美国赶来之前 赶快走 这行吗 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肯定不会发展成一场 像战争规模的 就是擦枪走火 就是如果一旦遇到这情况 就当当当放几炮 这事吧 就对两国来说 都算是把这事办了 就就该撤一撤 再去聊 对 我觉得这么一回事 因为目前来说 日本人他对够岛 他根本 他认为他理所当然 他现在全部的观察 就看你中方如何反应 中方现在只是口头说 我反对啊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 说一句难听话 他看不起你们 就坏 他安倍不是说吗 说真 中国根本不敢动 要是真能说 真是有一点动作 但是又能把它控制在 尽量小的范围里 我觉得对中国胜利 我的草民心理 这是 你至少说明 就是我们的一句话 就是这是核心利益 我们是不顾一切 为保卫这个岛 有这个决心 你至少有点兑现 我不是随便瞎说 但是这个事情就怕 徐老师都紧张 每个书上都紧张 我早说过 中日必有一战 你早时跟我早说过 但是越晚对中国越好 中日必有一战 越晚对中国越好 但是问题是 他也看准了这一点 所以他就逼你早 他就是趁着美日 现在安保条约在里面 他知道你你跟美国 不敢全面斗 他你还有多少 你刚才说一万亿 一万亿的这个国债 就美国前天 我看那个微博的新闻 不知道是真的假的遥远 但是这是真的 一直在买美国国债 一万个亿美元的国债 在美国 他亮出来了 这一亮其实就是信号 你看你你怎么办 你要打的话 还就估计美国在后面的 还中国在美国的 很多的这个利益 你要不要这个钱回去 一打起来 那这钱就泡汤了 哎呀 这个题目真是太考人了 倒过来讲 他因为我们这么多钱 在美国 他美国政府 不敢乱说乱动 他的国民经济 靠我们支撑的 关键是 就怕钱也滑过去 在人家账上了 怎么办 我们拿的是债券 对你得了 我们拿的是公子 还用在外面 这是美国 现在比他的航空母舰 还厉害的武器 叫做美元金融 你知道吗 是这样 对啊 全世界 我以前这么没想到 我跟你说 全世界为他买单 对啊 他才不怕 他要完蛋了 你们先完蛋了 他把你拖垮啊 你要站在美国的那些 懒得公司 那些人的立场上 他们认为 将来的几十年 一百年 世界上有能力 全面挑战美国的 就是中国 是 对不对 那么目前 中国这个趋势 怎么想办法 把它阻止 这是美国人 美国的统治阶级 或者说他们大老板 非常想做的事情 只有两种情况 可以阻止 对他们来说 一是你自己内乱 第二是一个战争 所以美国 他尽可能帮助 所有的越南啊 菲律宾啊 所有能够跟中国 找麻烦的地方 跟你找麻烦 日本包括有可能 他也会利用台湾 陈水扁那个时候 所以他尽一切可能 要打断你中国的 目前的这个 对你很有事 就像球赛一样 现在是中国占上风的 一个球赛 最好在这个时候 叫暂停 从这个大局来说 我草民都知道 我们笨蛋都知道 打仗对我们不利 但是目前日本 这个坏的要命 在这个中间 打仗对美国就利吗 他对他现在很和尚 因为他不用全部出力 他和算什么 我们是有原子弹的 他的原子弹 比你多一百倍 但是他经不住啊 对吗 我他放十个 我不怕 我放一个 他受不了 我看你们俩 现在情形激动啊 有点这个 你刚从欧洲回来 你觉得欧洲人 对这些 对中国这个 没有 没有什么太多消息 我是说你接触 他们的这个人呢 或者文化人的什么的 他们对现在中国的看法 哦 那就是 那就普遍的都不好 现在不好啊 普遍的不好 就是因为就 价值观 道德感 然后人的诚信度 只为了钱 就都知道 就是每个人 现在谈到中国人 都知道 现在中国是 目前这个状态 然后环境保护 资源固解 但是又不能理解 这个国师 又这么越来越强大 对世界这个 就是影响又越来越大 这个也是他们看到的 他从两种角度考虑啊 因为你从一个 政府的角度 你从政府 不管从纳税 不管从自动消费和国际的关系 你的经济可以 国体是一笔钱起来了 但是你看到的民众的基础 财富的基础 在民间的这个高层流失 都就到国外去 然后又买国债在外面 实际上底下是空虚 而人们那种不稳定感 这种恐慌感 道德完全沦散 就在抢钱 所以这个 在国外的中国人 其实也体现了这一切 就什么都没有 就赚钱赚钱 赚了钱回到家里自己吃饭 他也不进行正常的消费 也很少在跟国外的交往 就是一切的脑子里 就是这一个事 我们家有亲戚 移民加拿大的一个州 他也是 我讲 他就说这个东西 至少在他那个州 他说这真中国人 真是招人讨厌 但是我就觉得 这玩意也真麻烦 就说因为中国人 就是说 比如说当地就说 你这个企业家 你应该给我们 你赚钱 给我们带来税收 给我们带来就业 但中国人不找外国人的 那么中国找的 还是中国自己的工人 关在个小黑屋里 这么弄 低工资 甚至有的还逃税 对吧 而且呢 看到现在的这个年轻孩子 就是那种抽这个烟 开这个什么保时捷 呼啸而去 头发五颜六色 那么经常是打架 这么一些事情 所以说当地的人 他就会对华人有种 只能说偏见吧 就是说你们给我们 到底带来什么好了 除了你们自己日子 过得这么荒野 不 我觉得这里边 有一些是有道理的 看到我们的一些缺点 但是有些真的是偏见 这个偏见是一个常规的道理 就是一个新兴强国 任何一个新贵 就是新兴强国 因为人家本来 这个地方都分得好的 你突然出来 多了一个竞争力量 怎么看 怎么不顺眼的 二十年前 看日本人不顺眼 你在美国 在欧洲 你看到你一个亚洲脸 就骂你是日本人 就是说 就觉得你不好 这两年 他们把这个愤怒 因为自己的经济不好 当然要怨外来者 所以我觉得中国人 我们自我批评是足够了 我们中国人 我们够勤奋 我们是应该自我批评 但是有些 我觉得他们真是有的是偏见 我觉得 但你看这么 意大利有一个叫普拉多 还是一个什么地方 它是一个 相当于我们的县城了 因为它本来小 整个这一片区域 全是中国人 厂房一片一片一片 全是那个厂房 全是 你过 我都过去 中国孩子带进去 参观他们的 一片一片一片 全是他们的房子 然后他们有他们的学校 他们有他们的商店 他们有他们的食堂 他们有他们餐馆 就根本不出来 中国人就 唯一出境成的 就到那去挥钱 大把钱回到中国 剩下他们就在 那一片里面 打麻将 吃饭 睡觉起来去做衣服 做完衣服 打麻将吃饭 这样 好像还是做的 世界名牌 而且这名 不是 就是因为我们相信 没听意大利 所以他们是真正的 就是没听意大利 确实是没听 他比达米奇还过硬 对对对 然后呢 又极其勤快 那意大利人天天 就一天两天 就吃到早退 喝咖啡 他们就在那 所以他意大利人就疯掉 没错 这是一个很大的 所以我也是 刚去意大利 我觉得他们一方面 说我们 但另一方面 他们也是泥仆子过河来 肩腔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红花国色 花好月圆 将相电话 红花郎 恭祝全球华人 中秋快乐 我就老说 这个欧洲人 他不想给老板挣钱 这个劲 他也不是个事 你知道吗 感觉 你就说同样的 假如两个人 一个懒汉 一个勤快的 我不是说中国人对 或者他就错 也许他有人权 可是我说因为 确实因为我们中国出现了 那么中国人 一天可以工作十几个小时 中国人可以拿很低的工资 中国人勤奋肯干 中国人甚至有的时候 也不择手段 对吧 管你那么多 可是你说俩人要赛跑 你哪怕原来领先我们100米 你这玩意儿 你是乌龟 我们现在是兔子 所以我觉得欧洲 也挺干嘛的 我觉得法国意大利 我去 我去经常去 我看到一个最大的 当然不能说是问题 应该是好事 就是他确实资本主义工业 已经到了一个基本的饱和的状态 楼也不会建了 你看那个 威尼斯广场 就算是剩了水了 他也没事 水下去 好好的路从来都不会裂 也不会下雨 也不会积水 什么都不会 已经几百年这么下来了 特别好 留下的古罗马建筑 那个现代建筑 意大利人就说 我们现在的人就想说 几代人以前创造的 所有一起 就旅游来来来 买多少的东西 弄在意大利面 我就赚钱了 所以他就够了 他你说要去 我说我要去盖个楼 我要发房地产 政府都不批你 就他的发展 是对 就是说如果世界上 就他们这一个地儿 像老子说的那样 老子不相往来 没问题 但是地球是有限的 问题是还有钓鱼岛的 怎么办 这说哪儿去了 我们说西西里岛 就从西西里岛 就说到了 就说明一个小小的钓鱼岛 确实牵动 牵动着全世界格局 现在中国人最受鼓舞的例子 就当初撒切尔带英国人 打那个阿根廷旁边 来到福克曼群岛 他们觉得就是一个国家 如果实力有差距的话 你痛下决心 你就可以拿下这个地方 但是这两个例子 我们反复的想 他打那个阿根廷的 那个时候 美国是站在英国这一边 没错 我们现在是 其实我们现在 这个难就难在这个地方 现在你说这个老美 你说还真是 你说他 撒切尔那个时候 咱看了吗 电影里都演 就是美国 就是这么一个人 跟撒切尔说 你别打了 你不就不能打阿根廷 他在中间 在这当老大 但是最后 其实他们还是一波的 撒切尔说 我非打不可 行 你打吧 他就这么个感觉 那现在美国跟日本 是不是这么一关系呢 说打了 美国那个时候 有点就说 台湾城市表现太过分 我们可不管你了 对不对 他也不见得 就意识形态 我觉得还是意识形态阵营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喜事录 最后的社会主义阵营 对对对 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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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